大家午安 欢迎参加国使馆在每个礼拜四下午所举办的专题演讲 今天是档案历史系列演讲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实践大学建筑设计学系组任 王俊雄副教授担任讲座 王老师是美国康兰尔大学的建筑学硕士 也是国立成功大学的建筑学博士 他的主要研究理论跟专长包括建筑设计 都市设计 建筑史理论 建筑史和理论 还有现代城市议题研究 以及建筑实务跟建筑策展 老师在这些方面发表过很多专书跟论文 那老师也不只在教谈 作而论道 他也以他的专业积极投入很多的社会服务 包括很多公共空间的设计规划跟顾问咨询 那老师也担任过很多重要的建筑学杂志 包括台湾建筑杂志的总编辑 那也担任过很多重要的学会像台湾现代建筑学会 还有台湾现代城市设计学会的 对不起 理事长跟董事长等 那老师也曾经参与策划过很多 叫好优教座的建筑展览 包括非常知名的威尼斯双连长台湾馆的国际特展 很多国际特展老师都有参与 那另外老师更值得亲爱的是 老师常年致力于收集台湾代表性的 历史建筑的一些档案跟文献 那很积极地去把它收集做人力 也进一步的开放应用 然后更是去将它数位化 还有更进一步的公共化 这些都是很大的贡献 非常的了不起 那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国外读书 常常有机会去外国有人家做客 那发现他们对于他们的住宅的 内部跟外部的设计跟装潢 都非常重视非常讲究 那更让我惊讶就是 美国虽然只有几百年的文化敌运 但是居民对于他生活圈里面的一些历史建筑 往往都可以娓娓道来 很详细地述说 这些历史建筑的story 甚至是history 那这些外国友人 到台湾来参访的时候 他也很直白地跟我说 台湾虽然有一些公共建筑 或者是商业大楼 也具有美感跟特色 但是一般的住宅 是相当当地有不好看 我听得很难过 但也不知道怎么样地去辩解 但是他们也注意到 就是在灵性错落在 散布在各个地方的历史建筑 都非常具有特色跟文化价值 可惜我个人的知识频繁 没有办法很清楚地 跟他们说明这些历史建筑的story 或者his story 那所幸老师今天的演讲 跟老师所投入的工作 就是国立台湾 国立台湾博物馆 所推动的台湾经典建筑 图说 对不起 台湾经典建筑设计 书图 还有数位化计划 可以提供我们刚刚那个方面的 部分答案跟很有用的参考资料 那这项计划是去搜集台湾的一些战后前辈的设计师 那包括第一代的王大洪先生 他是很有名的外交家跟法学家 皇宠会的公子 那大家所熟悉的博物馆馆 就是由他设计的 另外还有 龙获第一届精灵讲 建筑讲 还有第一届台湾十大优秀建筑师的 陈明和先生 以及第二代的 大家很熟悉的汉堡的老师 以及何明修先生 他们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老师这个计划也进一步 去建立资料库 跟查询监佐系统 来提供 学术研究以及教育推广的应用 那贡献非常的大 但是我想 老师更重要的贡献就是 把这些资料进一步的公共化 我想 提供学术研究 以及教育推广 应该不只是 这方面的一些意义 我想把这些资料的公共化 对于其他的历史文化 甚至于政治 是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 会有更多的深层的意义 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 那今天老师就会带领我们一起来 来省思这些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最后的掌声来请老师 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文化商业 各位好 非常谢谢 国事馆的邀请 还有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特别在来这边 或是在线上听我这个演讲 那我这个演讲的题目呢 叫做台湾建筑二战后档案的建构与公共化 那我想刚开始要表达两件事情 第一个 那个其实 那个就我所知道 其实那个档案 所谓的档案其实是建构起来的 也就是说 那个我们做一个档案的收集 其实它 那个它应该无所不在 那可是 它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象 是最重要的 它其实是一个人为建构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跟这个档案的一个公共化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 那个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档案 它会反过来决定 这个档案是如何被建构 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这我想是第一个 所以那个档案的建构跟公共化 它并不是两件事 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这个大概是我第一个想要表达的 那第二个要表达的是我想看一下 那个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现在在北美馆有这个展览 我不晓得在现场有去看过这个展览的人 请举手一下 那个大概有三位 四位 那等一下我稍后会花比较多的一个篇幅去谈 是利用这个展览做例子 然后去说明说这个档案它如何被公共化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要表达的第二件 我关这个演讲的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是建筑怎么样作为一个文化的产物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建筑去看到 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被构筑起来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在面对这样的一种建筑档案的时候 它不只是一个技术之物 那个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生活植物业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非常多的东西 都丢到这个建筑的上头来 所以当我们在阅读这一些 如果我们去看这些建筑档案 或是这些建筑图的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也并不只是 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技术的问题 或是一个技术的演变 那更重要的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背后 它其实装载着很多人们对生活的需要 然后这个人们对生活的想象 以及人们对更好的一个未来的渴望 那我们其实在这些档案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说当我们去办这个展览的时候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要从档案出发 那可是是怎么样把这些人的 透过这些档案 怎么样把这些人对一个生活的期待 把它要表达出来 那我们今天要做这些建筑档案 我们不管是做建构或是做公共化 那其实并不是任何一个私人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就好像刚才副馆长所讲的一样 我们这个档案在建构跟公共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国际台湾博物馆 他们其实是出了非常多的利器 那我们接下来会在台湾成立第一个建筑博物馆 那它也会在台湾博物馆他们的底下去成立 那各位就会问一个问题说 那为什么是台湾博物馆来做这件事情 那关于这个事情的回答 我的想法应该是说 因为在台湾博物馆刚好有一群很好心的人 他们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争执说 这个档案它到底应该是这个人说 还是那个人说 还是那个人说 那可是就我的经验来看的话 这个档案其实最后会去收藏它的人 就是好心的人 这样子 所以台湾博物馆他们其实跟这批这个建筑档案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性 是我们在建筑界 我们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 就一直呼吁说要去做这些建筑档案的一个抢救跟收藏 可是我们呼吁了非常多年 没有听到任何的一个反应 也包括这其中包括建筑师工会 他们自己对这件事情也没有意愿 也就是说自己的专业界对这件事情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愿 那刚好是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在信义成品的一个活动里 那个里面我们碰到了文件会的官员 还有那个时候的台博馆的馆长 那我们就开始去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就放在心里面 那过了没多久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说刚好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笔 那个刚好有一笔钱他下来 应该是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所以政府又特别去编了一笔特别预算 所以这个时候台博馆就看好有多了这笔钱 他们就说那你们愿意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吗 那我们听了当然觉得很高兴 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博物馆他愿意出面来帮建筑界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就开始了 所以大概就是从2007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去收集这一批的档案 然后也很幸运的 这样的一个收集工作一直都没有断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我们已经收集了17年这样子 然后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的 已经有超过13万笔的一个资料 那实际是一个非常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后来到国外去跟很多国际单位做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跟日本跟德国跟美国跟加拿大 那个跟澳洲他们做交流的时候呢 那个他们听到我们在台湾已经对于这个现代建筑已经收集了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资料库的时候 他们都吓坏了 他们认为这个是在全世界来说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前面的一件事情 那包括日本的建筑建筑他们都觉得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 那个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他们的政府实在是太逊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也就是说 那个我们今天所知道像这样的事情 他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台湾之光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他大概就是我们当初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所做的 那现在在这边所站的这一位呢 这一位是林胜峰 现在是监察委员 那也是我们在建筑界里面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士 那另外这一位是陈灯青 现在是文化部的主秘 然后这位是这个徐弥松 那个徐老师 这位是苏卫毕苏老师 那这位是我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我那时候的头发都还是全黑的 现在已经变白很多 那另外有一位的人在这边只看到头发 其实这个整个祭卫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呢 是吴光廷 那个吴老师 那他也是我们这次在做这个北美馆的一个展览里面 一个三位的策展人之一 那我们整个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其实最重要是要做抢救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那个其实很多这些前辈的建筑师 他们大概都已经 那个就已经那个要慢慢要老去了 所以我们如果不在那个时间点赶快做收集的时候 那当这些档案它意识掉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你要把它找回来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不及做的是这样 是有一位建筑师叫做蔡伯峰 那他大概就是今天的 那个我们如果把它放到今天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那个今天在台湾的那个 那个像是摇人喜 那个建筑师这样一个地位的人 那他的事务所其实那个规模还蛮大的 然后他的档案也都整理得非常好 那可是因为都一直没有人去做收藏 他有一天他觉得他年纪大了 这个事务所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的 那这些档案其实都整理好了 那个怎么办 那他就把所有的图呢 就都归还给那个原业主 然后呢 所以当我们去找到他要收图的时候 他手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图了 因为他把所有的图都还给这个原业主 那你要从原业主那边你要再收回来 那这个事情是太复杂了 所以各位就知道说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会制定一个的一些范围 比如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收藏的是在二次战后 然后呢 然后他一直到电脑绘图之前的这些手绘图这样子 这个大概是我们那时候所设定的 那从一个博物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整个这个征集的方式 那个我们就是要用很灵活的一个方式来做 那个最好是捐赠 那你如果不愿意捐的话呢 那你就借给我们去做扫描 那你如果说 那你给我们扫描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图再拿回去 那个可能你保管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那可是你又不愿意捐的话 那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叫做寄存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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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图的所有权当然是 是你的 那可是是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做 做保存 那最后一个事情是说 那你也不愿意捐 那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跟你用买的 那可是那个 用买的是非常少 少的 因为 因为我们所所碰到的 那个绝大部分的建武士 他们都愿意把这些图要捐出来 那我们要去接触谁来收集这些图呢 我们就接触 比如说有建武士他本人 那 那个如果他过世了 那就要跟他的家属做联络 这样子 那最 那个 最后一个就是说 那个 那我们这些图的内容是什么 那个大概是现在在简报上所写的东西 那可是我们现在 可是我们那时候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不要收 收 收 模型 因为 因为 那个 因为模型是一个 一个 一个三项度的 一个东西 那它要保存起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资源没那么多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还是希望 从一个 一种平面的 一种两项度的东西去 去收 收藏比较好 在这边各位所看到的 是我们这个2008年的时候 跟汉堡的汉仙 跟他说我们要收 跟他说我们想收你的图 那他觉得很高兴 那他还跟我们说 如果我那个时候知道 那个 那我这些图以后会有人收的话 那我说会把它画漂亮一点 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去收这个图的时候 其实是很艰困的 那个所有的图的后面都有 都有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那各位看到 他们那时候图其实是被收藏在 这样的一种地下室的环境的里头 那你看到 它这个上面是有这些斑驳 有没有 因为这个地下室曾经淹过水 所以那个水是把整个地下室都灌满了 这样子 那那个所有的图都泡在里头 这样子 然后呢 那个等到这个水退了 他们把这个地下室 把它水抽光了以后 那这个图它还是就这样就放在这个地下室里面 然后呢 那个 当我们去收这些图的时候 那个地下室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在里头 所以我们的这些助理 各位看到这边 我们助理他们去收图的时候 那个他们是每隔一个小时要上来 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再下到里面去 那那时候图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些细节 只是说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在收集档案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 它并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东西在面对我们 那接下来呢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说 那个我们如果从一个建筑图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现在在台湾这些建筑图 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除了现在这个台博馆之外 那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些建筑图 那个第一个地方就在国师馆 所以我今天接到这个邀请我一定要来 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 在台中的台湾文献馆里头 它其实常有一批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案 它大概都是关于在日渠时代的建筑图 比如说这里面我跟各位讲的是台博馆的建筑图 有关台博馆的建筑图 他们自己并没有 这个图是在国师馆里头 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馆场 那第二个地方呢 那个是在国家档案局 那他们的这个档案呢 最主要是在二次战后 也就是说当这个国民政府 他搬到台湾来之后 在他们的公文书里头呢 那个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建筑图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放了有台北火车站的图 其实是在他们这些档案里头 那第三个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单位 是那个在台东的史前那个博物馆 那他们呢 那个收了一批的档案 所以我说收了档案 那个是谁应该来收 其实都是看谁的心比较好了 这样子 这个档案呢 是一个白冷会 那个这个教会是在二次战后才到台东来 然后呢 他们在当地传教的时候 他们总共在台东大概盖了有六七十所的教堂 那其中那个绝大部分是由这位傅毅修士 他所设计的 那他后来年老了要回瑞士之前 那他就把这个他所有的图都捐出来 那个现在就收藏在这个史前博物馆 这其实那个这批档案其实是很珍贵的 那那个最后一个呢是东海 这样 那个东海大学的建校其实是台湾在战后的这个建筑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那个现在在他们的那个校使馆也把这些档案都整理好了 那那个这里面也那个很珍贵的也包括当初这个那个贝育民他们为东海大学所画的这一批图 那个现在都全部都那个都还在这个这个东海里面 所以那个东海他们自己也变成是在这个档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再回来这个台博馆的部分的话 那我先简单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档案 现在我们总共有131097笔的这个资料 这样子 那那个那在这个里面那个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从2007年开始增集到现在 那个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那个大概只有只增集到大概大概2000笔 因为因为当我们去接触这些建筑师的时候 他们都不了解我们自己 就是说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做真的做假的啦 这样子 那你们真的会把这些档案会好像会保存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第一年其实是所收到的一个反应是比较冷淡的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那那个各位就看到那个是非常的快 就那个第二年我们就增集到那个5万笔的 那最主要是这个名声做出来了 各位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商界是22600笔的 这个是台大的档案 那个我们从这个台大的档案里面 那个我们把这些图把它借出来 然后去做过滤 那在这边所捐赠的这个3万笔的这个部分呢 它基本上它就是由建武师所捐出来 所以从这个表演你可以看到 那个整个我们那个增集的一个高峰期 大概就是从2009年到2017年这9年间 大概是整个这个增集的一个高峰期 那我们如果从它的内容它来看的话呢 那个大概所谓的这种建筑图 大概占整个档案里面大概是6分之5 那其他的包括有相片有书册 有档案有手稿 那个所有的这些部分呢 大概是占6分之1 那我们也对他们那个捐赠的方式 对这增集方式做了一个统计的话呢 那那个整个捐赠的部分大概是占了 大概那个将近是4分之3 那这个我们如果放到全世界去比的话 其实是一个捐赠比例还蛮高的 也就是说台湾人其实对这个部分 一个捐赠的一个这样的意愿是很高的 那那个在这张里面呢 那我就大概那个就是跟各位 那个可以简单讲一下 那个这个增集的这个细节 这其实很复杂 因为这发现到所有的这些 这些所有权的一个转移 所以各位可以 第一个呢 是由我们建筑界的 我们会先提供一个清澈 一些对象是谁 这样子去提供一个 那我们就会召开一个会议 去确定这些政策对象 那等于这些对象确定了以后呢 那我们会打电话给他本人 那个或者是给他的家属 跟他们做联络 那你在这时候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两个答案嘛 一个是同意 一个是不同意 那我们其实绝大部分所说到的 他们都是同意的 所以在这个同意底下 那我们就会跟他联络 然后去找到那些图 那我们就会先用每一案 去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清点 那并且要确定他们是用哪一种方式 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 那如果这个都确定以后呢 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图呢 那个就送到这个台博馆去 然后呢 那个他们就会把这些图会开始 会做一个细的一个清点 那个也说是每一张 是每一张做清点 那清点完之后 就会先把它放到仓库里面看起来 所以各位这边就看到了 我们那个时候所做的 在2010年 这位是吴明修吴建筑师 他后来是在2014年他过世的 那另外的这一位呢 是萧宗黄 他那时候是台博馆的一个馆长 那他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所以我们常常说 你如果有好心做好事 那你应该会一直升官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大概就 就里面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档案 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个第一个跟各位介绍的 是王大宏的这个档案 我们总共收藏了有3755张 大概他总共有93个案子 所以应该说是 他这辈子里面最重要的案子 他应该全部都在这个档案的里头 这样子 那这批档案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王大宏他不管就他的一个经历上 以及他在建筑的成就上 你把它放在全世界的这个里头去看 它都是非常独特的 这样子 那虽然现在在国外去谈论他的人并不多 那可是他现在已经 其实已经受到非常多的 这种国际的一个瞩目 比如说香港在前几年 他们成立了一个Mplus的这个博物馆 那他们就开始对整个亚洲建筑 做一个全面性的研究 他们并且去做这些档案的征集 那他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 就是王大宏 那很可惜的这些档案都已经被我们收走了 所以他们这部分 他们能够收到的就非常的少 所以呢 那个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 那他们以后要进行任何的 这种研究跟展览的工作 就必须跟台博馆去进行合作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个这个档案是 是留在台湾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台湾的这个档案呢 那个可以跟国际进行一个连结 那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是 刚才那个副干长这边也介绍过 是陈仁河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看法里面 在战后里面 其实就是一北一南 是台湾两个最重要的建筑 一个是王大宏 一个就是陈仁河 那你各位可以看到那个陈仁河 跟王大宏 各位看到 那个王大宏的图是非常简洁的 可是各位看到 那个陈仁河的图说 这上面是标示的是密碼碼碼 他们两个人这种风格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他这边他所做的呢 是一个在陈仁河的一个庙 这样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 他在这个庙的这个上面 做了一个很复杂的一种装饰跟结构 他联合在一起的变化 那那个他做出来的一个 一个屋顶就是像这个样子 各位可能这照片可以看得到 另外可以看到呢 那个他很喜欢做这种 这种回旋梯 就是一个圆楼梯 你从上面这样会绕着走上去的 所以呢 他其实是喜欢一个比较繁复性变化的 一个建筑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不同的这种 这种对于这种不同风格的喜爱 他们会繁衍出呢 那个他们画图的一个方式是非常不 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陈仁河是在1989年就过世了 所以那个等到我们要去搜他的图的时候 他已经过世了已经有20年 那我们是找到他的儿子 叫做陈思斌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结构祭司 那我们去透过他 然后呢 那个我们去搜集到这个图 这样子 那我们搜集到这个图的过程也蛮特别 因为那个这个因为陈仁河他过世以后 他的事务所就就就就就关起来 然后呢 那个在这在这在这20年间 几乎没有人去过那个房子 所以呢 当我们的的同伴他们进到那个房子 然后走到这个三楼去的时候 那个就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一样 整个事务所就是维持这个原貌 然后他们走到三楼 在三楼一个厅里面的这个地板上 就放了一个大箱子 然后呢 那个在里面所写的这六千多张图 全部已经收好在那个箱子里面 然后这20年来都没有动 就是他好像就在那边 就等着有人把他收走一样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令人 那个怎么讲 那个很令人 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 好 那那个另外一个 在我们这个里面档案里面 也有一批非常特别的事工图 是一个德国的建务师叫做波姆 这样子 那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 那个他在台南的京寮 就是那个吴米勒的那样的地方 他做了一个教堂 叫做圣十字教堂 这样子 那这位建务师呢 那个在台湾做了这个教堂之后 把他盖出来以后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包括连建筑界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一直到1986年 这位建务师他得到这个 普利兹克奖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才有人突然想起来说 他好像在台南乡下有一个建筑 所以我们才开始去做调查 所以我们才慢慢制造这个房子 这样子 那我们也很努力地要去 要去收集这个房子的图 那可是在联络上都没有办法 去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那一直到2008年 我跟徐明松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展览 叫做粗矿与诗译 这样子 那我们就对这个展览去做宣传 然后呢 就有一天呢 就徐明松到陈大去演讲的时候 就有一个陈大学员跑来跟他讲说 他找到这个房子的图了 这样子 然后这个徐明松觉得说 这个你应该是乱讲的吧 那那个学员就交给他一个光碟 说那你回家可以看一下 就徐明松回到家以后 就真的把那个光碟把它打开来看以后 还真的是这个图 所以他就 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学生说 那你这个图在哪里找到了 那他说他是因为看了我们这个展览之后 他对这个房子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就自己就骑摩托车 然后就找到这个房子 然后就没有人 他自己就翻墙 那个就进去看 那看了以后就在里面 就那边那个 那个就乱逛乱搜 就让他那个找到的图 在其中一个房间的那个里面 那他就觉得说 这个图已经这么久 那他就把那个带回家那个去看看 然后所以 所以他就把图给带走了 这样子 所以呢 那个 所以他给那个徐明松所看到的图 就是把图带回家以后 然后就拿相机自己拍的图 这样子 那那个结果 过两天就 那个他前摸就发生了 车祸 那他就觉得说 那个 这个应该是我做的 这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 所以他就连夜的 就把这个图就送回去了 就送回去 所以那个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以后 就跟那个 那个就跟神父做联络 然后那个 就把这些图就 就把那个 就收到这个台博馆 那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那个这一套图的故事 那那个 那结果这个教堂就有一个 一个信徒就觉得很生气 说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图 这样子 就带走 所以他就去告那个学生 那个偷窃 这样子 所以那个学生就被罚了 不晓得罚了多少钱 我已经忘了 那最后这个 罚金是我跟 是我跟萧馆长 我们两个人 就各处一半 就帮他缴了这个罚金 所以我觉得一个档案的被发现 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它并不是我们 那个可以说 它一定要怎么样 那这个背后 其实也很多的事情 会牵连在一起 所以从这个档案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这个档案里面 还有一个事情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是波姆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其实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的旅行 是非常不方便 是由创办这个教堂的神父 叫做杨森 我们后来读他的书信 然后去做他的这个档案的研究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个 一个超级无敌能干又勤劳的人 那事实上是他把这个地方的 这个整个这种基地的一个状况 就用写信的方式跟这个建筑师讲 所以这个建筑师就 就根据他信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 然后就把这个房子就做了设计以后 然后把图把它寄过来 所以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一批图 是全世界的孤本 连这个建筑师他的手上 都没有这批图 后来有位徐老师在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 他就到德国去拜访他 就把这份图就做了一个复制品 然后再拿回去去送给他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看到这份图的时候 他看了很久 然后就会讲一句话 等一下我们在基督片里面会看到他 他讲一句话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你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他画了这种 这个野子树 还有这个可能 有一个人的 这种一半高度的鸭还是鸭 他应该是他对台湾的想象 因为他们没有台湾 所以他不知道台湾 并没有这样的一种 一个野子树 这个我们的压根也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支 这样子 所以从这图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一份图他在全世界也是孤本 就是说这一份图是日本 一样是普利瑞克讲的建务师 丹夏建三 他在1968年为圣心女中 做设计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 我们到今天这份图只有蓝赛图 没有原来的图 那我们也跟丹夏的事务所也接触过 他们手上没有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的一张图 所以我们后来也复制了一份 就送回他们的事务所去给他们 所以这一份图 其实也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图 在日本 他们其实对丹夏建三这么重要的建筑师 也没有做一个系统性的收藏 所以最后丹夏的图是由哈佛大学所收藏 那这件事情在日本 它引起了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非议 那再来呢 在台湾各位可能并不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位女建筑家叫做休泽兰 这样子 那那个其实她在战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师 她的住民之处就在于她的房子 都会有很多的曲线 这样子 那这个案子是她所做的中山女中的大礼堂 这样子 各位如果现场有人念过中山女中 应该对这房子记忆是非常深刻 可是我们要收集他的图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的事务所曾经遭受过火灾 所以他的图都烧掉 所以各位这边所看到的这46个案子 有1500多张的图 是我们去透过不同的单位 那个去慢慢去把它给收回来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因为这件事其实是一个 在台湾战后是一个非常很独特的一个建筑师 所以他是值得我们这样去做的 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建筑师是王秋华 他的父亲是王世杰 曾经当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就在他父亲当中央研究院 他当院长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中央研究院还是非常的简陋 他觉得中央研究院里面连个像样的讲堂都没有 怎么可以算是一个研究的机构呢 所以他就到处去募款 然后想要在中央研究院要盖一个大讲堂 我们后来所做的美国研究中心 应期最后就是大讲堂 可是因为钱非常的少 这么少的钱 也很难找到一个秤职的建筑师 怎么办 那就是去敖自己的女儿 所以王秋雅是在一个 没有收任何的设计费情况底下 他帮忙做的房子的一个设计 那他那个时候 他还在美国的纽约工作 所以这个是他 这是他纽约的时候的 利用他公余的时间去替台湾所做的 那各位在这边所看到的 其实是一些非常很珍贵的 他那时候用手画的一个透视图 那那个最后一个框架档案 是高二攀 那个我们就是在这个北美馆里面 就是在这个房子的三楼里面做展览 那这个房子很特别 各位如果有去过北美馆都知道 这房子它并不是用一种 一般性的这种柱梁的一个结构去做 它基本上它每一个管子 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体 那个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 再特别讲 那那个这边所看到 我们所收藏它 它总共有252个作品 总共有8000多张 这个怎么来了呢 这是我们去找高先生跟他说 我们想要收你的图 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终于来了 我已经等很久了 这样子 那并不是说 是真的做我们让他等很久 是说他等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等了非常久 然后他一直在想说 我这件事情他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做 他一直说那想不到 真的让我是等到了 所以说这252件作品是他自己挑的 是他从他这辈子所做的作品里面 他觉得是值得留下来的252件 然后他把每一件作品都已经整理好 图都整理好 然后就都已经是放在一个纸袋的里面 然后在他这个事务所里面 有很多放图的一个图柜 他把这些图都已经放好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带我们那地方 说你们就把这些图全部都带走就好了 他已经把所有的图都已经都整理好了 所以我觉得在每一道图 我去征集的过程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故事在里面 那有关于汉仙这部分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建筑图之外 其实我们还收集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这个工程的契约书 这个工程的契约书里面 它其实并不是只有图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文字的一个记载 它里面会讲说 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这些建筑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个甲方跟乙方的一个关联性质是什么 通常这个工程的契约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就是Spec 就是所谓的这些工程的标准 就是说你的这个品质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是保留很多的很珍贵的一种建筑的资料在里面 第二个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是 这边上面所看到的这个是公文 就是我们做这个案子 大概有哪一些相关的一些所往往这些公文 所以这些公文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 每个案子的做这些个案的研究的时候 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佐证 那再来像有这样的一种开业的证书 有这个有建筑师执照 或是这个是陈能和所画的波浪大楼的透视图 然后他自己用一个水彩画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们这些建筑图收来了以后 这怎么办 那你说我们已经前面讲 已经把它都已经收进来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除了把它要把它整理好 收藏到这个仓库里面去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把它做数位化 所以数位化 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保存的手段 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公共化的一个手段 第一个是这些建筑图通常都很脆弱 也说这些建筑图并不是什么珍贵的油画 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没有想说 这个图要放很久 尤其各位这边所看到的像这种苗图纸 它基本上是一种酸做的一种纸 所以它本身如果没有好好去收藏的话 很容易就黄掉 然后会脆化掉 所以有关这个纸怎么样去做保存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另外一个是我们常常所介绍的图 是那种蓝赛图 那这种蓝赛图 基本上它就是怕见光 你只要每一次拿出来 把它在灯光底下把它摊开一次 那它就会变淡一点 所以去保存这种蓝赛图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打开它 那可是我们做研究要使用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是做扫描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扫描 以后我们就使用这些扫描图 这个圆图 我们就可以把它收在库房里面 去做一个更妥善的一个保存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既然这些图这么脆弱 那它也不能去流通 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重要 让大家可以接触它的一个方式 最好的方式 我们就是用数位打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数位的话 是在这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不只对这个保存是有利的 对于它的公共化 它也是非常有利的 那可是这基本上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这边很简单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每一张的 那个图的一种清澈都做出来 然后要选择它整个去数位化的 这种优先的顺序 再来我们要去做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档案的 这种命名规则的一个制定 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花了可能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去讨论我们叫做metadata的这样的一个档案的命名 以及它这档案里面它到底要做 它到底要记录哪一些资料 那我们到全世界去做研究 是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些 这种建筑档案的一个规则 最后我们才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定出来 所以各位这边照片里面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做一个静置的准备 也就是说我们收集进来的图 它有的图可能是用卷的 有的图可能是用折的 可是你最后你要扫描钱 你都要把它要摊平 可是你在做摊平前 你要先做静置 然后要出从 所以各位看到 那个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它要摊平 然后要清洁 第三个步骤 是做这些尺寸的丈量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这个树画的扫描 那个扫描完以后 你要在电脑里面去调 因为它每一张纸都有 它的色泽都会不太一样 那个你在扫描过以后 要做一些调整 让那些图是很清楚 我们在每张图在扫描的时候 我们下面都有一个色卡 所以那个纵使你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还是可以根据那些色卡 可以知道它原来的颜色是怎么样 最后这些图都扫完以后 我们就要把这些图要重新要再做包 做包装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是要用无酸纸 让这个图跟图中间是被隔开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确保 它每一张纸在这个库房里面 都会存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最后就是做这个路库的动作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去看我们自己的档案 大概可以看到大概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建筑图说 它大概总共有9万7千多笔 我大概这边简单讲一下 有几个档案是比较特别的 各位看到有一个档案比较长的 这个是叫做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 这有五张图 这个图是那个时候在做石门水库的时候 他们请的一位建筑师叫做王一珍 我们台湾都非常少知道 在石门水库上面他做的一个凉亭 是一种悬吊的一个结构 做得非常的棒 我们后来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才去找到这些图 然后我们也找到他本人 所以其实是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录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下面有一个地方 有个地方 第47这个地方 是退府会 这一套图总共大概有一万张 这套图是很特别的一个收场 它不是建筑的图 它是中横 是那个时候在开中横的时候 有退府会 他们所留下来的一批图 这些图里面 其实都说明了 中横 这些道路或是隧道或是桥梁 是怎么设计的一些图 是非常珍贵的 那个是在这些档案的里头 好 那那个再来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现场 可以去扫描一下 这个QR Code 那你就可以 现在就可以进到这个档案里面去看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比如说 那个我刚才讲的是说 我们这些建筑资料怎么去登录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像这样一张 这个图名叫做立面图 那这个下面有 我刚才讲的那个色卡 然后这个立面图里面它讲说 这是我们所登载的 比如说这个建武师是王大宏 那这张图原来收藏者是汉堡的 然后这个案 那个原来的案名叫什么 事务所叫什么 然后它这个原案的类型是兰赛图 那个图书内容属性叫做郡公图 郡公图就是这个房子已经盖完了 所以我们要报郡公 然后他要去申请这个使用执照 所以我们还要再画一套郡公图 这个郡公图跟原来的施工图 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它后来在盖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变更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一些非常细的一些资料 对于接下来做建筑研究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都会把这个事情 都会交代得很清楚 这张我先跳过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说 我们这些图说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数位化的时候 已经开始牵涉到它已经开始做公共化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上网可以找到这些图 那我相信我们一般人是不会去看这些图的 因为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些图长得还蛮有趣的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 你大概看不到 可是你大概看了几分钟以后 就觉得开始有点无聊了 因为你不晓得这些图 它到底要表达什么 因为那个字一定是做过很长的 这种专业训练的人 他才有办法去读这些图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要活用这些档案的话 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对这些图 这些资料要去进行一个诠释 那进行一个诠释最好的方法 我个人觉得大概就是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去做展览 第二个方法 另外好的方法其实是做纪录片 第三个方法其实是做出版 也就是说你从不同的途径 去让人们可以去知道 在这些图里面 你到底跟你真正的 在你在生活世界上面所遭遇到的事情 到底它的相关联是什么 好 可是我跟各位讲的这些话 你们听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 可是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想得这么清楚的 因为本身是念建筑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做这些建筑展的时候 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做出来建筑展 都只有建筑的人才看得懂 所以与这种一般大众 其实是很不容易去接触的 可是那个众子是这样 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对一个事物的培养 它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2009年 在台博馆 是由我跟徐明松 我们所做的一个 原乡与现代的一个展览 在这个展里面 我们总共展出有30件的作品 它应该算是最早我们对这批档案 把它要进行一个公共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接下来是在2015年的时候 这样子 那个一样在台博馆 就由郭兆丽 那个郭老师 郭老师就是在这边 这位是郭老师 在旁边的这位女士 就是王秋华 他们在展览里面 在开幕的时候所拍的这个照片 所谓这个梦幻博物城 他基本上是要庆祝 是在庆祝台博馆 他成立应该是100周年 这样子 所以他们想要办一个建筑展 可以把台博馆的周围 这些古迹的建筑 可以去 等于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展览以后 你出了博物馆 你就可以到现场可以去看到这些展览 我等下再回来 会再谈这样的一个观念 再来 在2018年的时候 由吴光廷跟柳庆勋 他们所办的成能核的建筑展 这建筑展基本上就是用档案里面的 这个成能核的这个部分 去做了一个 有关于一个个人 一个建筑师 一个个人所做的这个展览 再来这是由李前朗 他坐在这个地方 李老师坐在这个地方 是由李前朗 替高尔潘所做的一个策展 这个展览 一样是在台博馆的小白宫 时间是在2020年 那大概过了两年以后 这个高先生就过世了 我想他可以在他的身 那个身前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展览 应该是一件很值得令人高兴的事情 他那时候坐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我们也开始 去做一些更广泛的一些尝试 这是2022年在台博馆所做的一个展览 由吴光廷、刘清勋他们所做的 这个展览叫做《谁是建筑师》 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还蛮严肃的展览 他在讨论建筑师的制度 在台湾的一种兴起的一个过程 那个简单来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台湾 我们并没有建筑师这个行业 我们那个时候在日记时代 已经引进了建筑这些相关性的事情 可是没有建筑师 那所谓的建筑师是一直要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等到国民政府他们接收台湾之后 他们才把本来在中国大陆已经实行 已经在实行的这样的一种建筑师的制度 把它引进到台湾来 所以其实建筑师这个行业 这个工作在台湾的历史并不长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利用这个展览 他们就去讨论了说 这建筑师的制度怎么在台湾出现了 然后这个建筑师怎么样被教育出来的 那他们是怎么做工作 那有哪一些人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 对这个建筑师进行一个非常系统性的研究之后 然后才去做的一个展览 再来就是在2013年 这个展览它还在 各位今天如果到铁道部博物馆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展览 叫做当我们同宅一起 这个其实是谈台湾的公宅100年 比如说现在社会住宅在台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可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展览课题 并没有一种历史性的眼光 所以其实他们特别办了这个展览 除了台湾自己这100年来的经验之外 那也把国外的经验把它放进来这里 去做一个整体性的展览 那再来呢 这些图书的应用除了有研究之外 有这个展览之外 有研究 有这个图像的授权 有这些原件的借展 还有建筑物的修复工程的使用 再来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做纪录片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 利用这个档案 在台博 他们有一个基金会 就是在文化部下面有一个台博基金会 我们用那个基金会的一个补助 我们总共已经拍了四部的纪录片 那我等一下会让各位看第一部 各位就可以比较清楚了解说 我们怎样把一个档案 把它转移成一个纪录片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各位讲说 那这个不就这样做吗 其实它不是 你怎样把一个专业的语言 把它变成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懂 那个可以懂的事情 其实是一件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全世界的建筑界都在试这件事情 那我可以跟各位报告说 其实大家都没有做得非常好 因为拍建筑纪录片 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应该 到目前应该在全世界 应该算是做得比较好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纪录片 好 最后大概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 我大概重新再回到这个展览里面 我大概简单跟各位讲一下说 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档案 把它变成一个展览 这样子 好 各位如果到美术馆 美术馆 北美术馆里面去看这个展览的话 那我们大概就是说 我们会把这个展览 用六个主题去处理 一个是美元 一个是中国复古 一个是中国现代 一个是在地现代 一个叫做非典型 做一个叫做新生活 也说在我们的眼前所看到的是档案 可是这些档案对于非常多的人来讲 这些档案他并不晓得什么意思 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让这个 我们做一个展览 很重要的是让这个档案能够再重新的脉络化 也说我们在库房里面看到这个档案 基本上它是一个去脉络化的状态 因为这个档案从那个时代来 可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 其实他很孤单 因为这个档案本身他很难去讲 他要讲的话 除非我们把这个档案重新再放回去 那个时代里面去看 我们今天重新看这个时代 我们大概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时代 也说在那个时代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威权的统治 可是我们在经济的成长上面 是非常的快 也说突然变得很有钱 可是你没有自由 然后在文化上面很压抑 因为你很多话你不能讲 你不能自由地去做创作 可是我们的生活又很丰富 因为在台湾的生活里面 那个本来就有原住民的 有闽南的 有客家的 对不对 然后日本又带来了这种日式的文化 国民政府他签到台湾的时候 把很多中国大陆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 都带到台湾来 然后因为美元又有美国身份方式 会进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就是一个生活很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展览里面 去透过这些档案 去让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会出 让它可以感觉到 所以我们就是测定了这六个主题 这六个主题他们彼此有关 而且他们彼此会辨证 所以我们在展览里面所看到的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的一个问题 是你把整个展览看完以后 你会整体性的会感觉到 一个时代的龙貌 这个大概是我们对这个展览 想要透过这些档案去看到的 可是我们在做这个展览之前 其实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做准备 这个展览总共准备了有三年 这样子 包括我们在2022年3月的时候 我们先办了一个叫做 现代与非现代的一个论坛 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 我们又办了一个传统 跟非传统的论坛 基本上就是找很多建筑界的人 他们对这段历史比较熟的人 我们就来讨论 去对这样一个可能出现的一种展览的内容 去做讨论 我大概就是跟 接下来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展览内容 我们是怎么去做这个展览 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展览里面 你刚进去的会碰到一个东西叫做序曲 序曲这一段是在讲的就是说 台湾在战后这段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折 所以我们去找到了在背面馆里面 他们自己就有馆藏的 这是邓南光在那个时候所拍的一张照片 它里面所描写的就是 日本人要被遣送回日本 这样子 那他们要带的东西被规定只有一个小数量 所以他们必须把他们家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卖 所以各位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从这个景象里面 你所对应到的其实是一个房子 那个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 可是它是第一次被放到 这个建筑展里面去做展览的 就是在北浦的江阿兴宅 那个江阿兴宅是什么呢 江阿兴宅是在那个时候叫做茶经 是在一个很短时间里面 突然聚集起来的一个财富 所做出来的一个豪宅 那这个豪宅它基本上体现了 整个台湾在日据时代以来的 这样的一种建筑技术的一个累积 在这个房间里面他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折 这样的一个里头 那他怎么样去回应到这个建筑里面来 再来下一个单元就是刚才所谈到的 是美元这样子 那个在美元里面其实就是把 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他进到台湾来 那个回应在建筑里面 其实就是两栋房子我们觉得最有代表性的 一个就是台大的农推馆 就是我们俗称的洞洞馆 以及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并不熟悉的 就是那个城大的旧总图 那个今天叫做蔚来馆 那这两个房子就是说 在美元时代 他们要盖这两个房子 都要经过美国人的审途 所以在里面它绝对反映了 一个美国人对建筑标准的一个想象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透过这两个房子 我们已经可以掌握住了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是 就是那个是陈大的这个房子呢 它基本上是美国普渡大学的建筑系的老师 叫做弗利尔 跟陈大的这个三位在建筑系教授老师 他们所一起合作的 也说是在那个时候里面 他们基本上就是 去透过真正去盖一栋房子出来 把美国的技术把它转移到台湾来 所以这些房子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下一个单元我们所看到的呢 那个叫做中国复古这样子 那我们呢 那个在这里面其实 那个做了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一张呢 基本上那个它前面是我们去中山楼 这个中山楼的家具放前面 你就可以充分感觉到 在这种房子里面是一个端井 所以我们去借着中山楼的家具放前面 你就可以充分感觉到 在这种房子里面的气氛是怎么一回事 那事实上这种中国复古的这个房子 在战后的台湾是到处都是 所以说在台湾非常多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房子 可是里面有个房子是很特别的 就是那个由卢异俊所做的 这个在南海路上面的 这个科学教育馆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有一个中国复古的外观 可是它里面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空间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里面空间的模型 把它用一个很大的比例词把它做出来 所以就说明了说 在这个中国复古这样的一个路线上面 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一个状态 那相对于这样的一种中国复古 他们又有一群的建物师 他们觉得这样做建筑是错的 他们觉得做建筑虽然要追求中国性 可是一样要用一个现代的方式它来做 所以我们这边就展出了像王大宏 那个时候所做的建国南路的自宅 这个房子现在已经被重建在北美馆的后面 所以这边看到的是它的模型 真正的房子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样是你透过这个管状空间 可以看到那个真正的房子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完这个展览以后 你就可以到那边去看真正的房子长什么样子 这样子 那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在国富翔这案子里面 我们有展出这些档案的图 还有在档案里面的照片 这样子 然后跟一个真实的一个模型 它中间的一种对照的一个关联性 再来在中国现代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 就是东海大学 所以我们也对几乎有一个展间 全部都在展东海 我们也特别去跟东海大学 去借着这两个模型 这两个模型并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两个模型 这两个模型是东海大学 一位老师叫做郭奇正 他们最近在修路诗艺教堂 他们已经快修完了 他们在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们在做他们当初施工过程的 一种复原的一个研究 所以这个模型里面 他研究的是他们那时候的阴架 是怎么搭起来的 然后他们怎么在阴架上面做模板 所以最后可以把那样的一种曲线的屋顶 可以灌起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精密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研究 那一样在这个展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再来下一个单元就是在地现代 在地现代这单元基本上谈的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谈的美元 还有中国现代或是中国复古 基本上都是属于上层阶级人们所关心的这些大历史的一些变动 可是对于这些中下阶级人们 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跟这样的一种现代的一种潮流 可以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这个在地现代里面 我们会展出很多跟生活有关的一些建筑 比如说像这边所看到这两个案子都是陈仁河所做的 这个案子是一个学校 是三性加商的波浪大楼 这个房子大概应该是台湾建筑史上的一个杰作 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 另外这一样也是陈仁河所做的 这是一个肉品的拍卖市场 也说在这个房子里面它是要拍卖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 怎么样被转换成用一种模型方式来解释 一样这里面是这些建筑图 那怎么样转换成一些 用一个模型方式去解释 那在这里面我们都还有配合有纪录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变成一个三向度的模型 所以你还是看到一个建筑的全貌 可是透过这些纪录片 那你可以看到人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房子 所以我们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档案可以跟人们的生活 是可以衔接在一起 那有关这个北面馆这个房子 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一个模型去展示它 让人家可以知道说你在跟整个这个房子的一个关联性是什么 比如说当我们走到这个展间 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的人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特别展出的这一张图 这样子就是在北面馆的那个馆状的这个结构里面 也就是整个建筑展就里面做展览 可是你会看到这些线 这些线是什么线呢 这些线在表达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面 它是用一种玉立的功法去做的 所以这些是它那个时候所设计的那些结构 要拉玉立的一个线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一样可以去介绍 在里面这个建筑非常特别的部分 那这部分是所谓的这个非典型 那那个中间介绍的有这个金寮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我们所介绍的一个建筑呢 是宫东高宫 我刚才跟各位有讲过那个白冷会 他们到台湾到台东的时候 他们就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个学校 那这个模型里面呢 我们把它那个在四楼的这些圣堂 里面的这些座椅 那个每一张座椅都做出来 所以让看模型的人有一个很真切的一个身体感 在这个里头 那最后一个档案呢 其实是最后一个展览的地方是新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个时候在这个敦换南路要开辟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这个是林安泰那个古厕 所以那个有很多人都跑出来 那个要保护这个古厕 最后就形成了今天台湾的这个古迹保存运动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 那这张很惊悚的照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的崛起 跟一个传统的一个衰亡 中间的一种更替 那这个是我们所做的那个民生设 那个民生社区的一个整个的模型 那个时代民生社区是一个示范的社区 那我们也搭配了两个艺术家的这个作品 这个是喜德进 那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叫做郭于平 那个我们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作品 去做一个生活的一个讲解 那再来呢 最后呢 这个档案里面 比如说这位小姐在看的这个 这个纪录片呢 是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 那个针对八位建筑师所拍的那个访谈 这样子 那这个访谈大概都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在这个展里面 我们大概剪的大概有 每个建筑师大概剪个大概有十来分钟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展里面 可以真的对于这个来看展的人 可以讲话给他们听 那那个 这八位建筑师在我们派完这个纪录片 那些访谈记录以后 他们都陆续的都离世了 这八位只剩下只有一位他还建在 所以这其实是那个非常珍贵的纪录片 最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建筑物 展出的建筑物呢 那个我们会用一个年表的方式 把它重新在那个放到这个时代的里头 所以呢 你都可以在这个年表里面找到 那个每一个被展出的这个建筑物 他们跟这个时代的一个关联性是什么 这样子 好 那我们那个 那个最后大概利用几分钟来谈 来谈一下 说好 那我们那个收集的这些档案 它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代表性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去问 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去 自己去找了一些参考 比如说那个建筑师工会呢 他们重新出版的有六份文献 他们认为台湾建筑里面 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收入了从1948到1995年 总共里面总共收集的 有706个现代建筑的个案 那我们这些征级的案子里面 占了里面的147个这样子 也说大概差不多有21%的命中率 这样 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这些建筑的资料 再来呢 我们如果从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在1971年呢 这个工会的这个会员名录里面 那个建筑师大概有396位 我们现在所征级的建筑师呢 大概是其中的这个56位 大概占的比例是大概14.1% 那再来呢 我们这里面呢 也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收藏品 就是呢 那个时候呢 是由台湾省这个祭司公卫 他们所订定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建筑师的信条 那他们那个时候呢 会期免这些建筑师 要去好好去做这五件事 那我们呢 今天其实看到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觉得对这个专业 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今天在专业界 已经不谈这些事情的 可是并不代表 他这里面所接触的这五件事情 并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那个时代性的交织 可以从里面 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讨论 那那个再来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所收藏的这些档案 它基本上呢 是在我们生活世界里面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那个 并不在我们这个生活世界之外的 比如说各位这边所看到这张地图呢 是1945年 这个美军准备来轰炸台湾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的一个地图 那我们如果把这张地图里面 把我们今天所 那个所已经被指定为古迹 或是历史建筑的房子 把它放到这里面去看了 其实他们是 那个密度是非常的高 这样子 也就是说 那个这些房子从来没有 从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 那个离开过 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好好去看 去看他们 而如果有这些建筑 这是我们现在的图了 就是说 那如果有这些 这个有这些建筑档案的一个帮忙的话 那我们又知道如何去做诠释的话 我们应该会对我们现在 这个生活世界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吧 这样子 那最后呢 那个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那个我们的建筑 这个博物馆 它终于在前几天 由这个 那个使得 那个部长 那个要确定 要放在 那个铁道部的 这个博物馆里面 在园区里面的 这个房子的里头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经过了17年的 这些建筑档案的征集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去催生台湾的这个建筑 这个博物馆 那我们也很高兴的说 那个我们这样 那个这么长久的一个努力 它终于是可以看到 那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些建筑档案 以后应该可以用一个更好 然后更持续性的一个事情 跟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发生这个关联性 那我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 有关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断在1983 我大概可以这样讲 第一个 我们大概没有想要做断代的意思 这样子 所以对我们来讲 在台湾的建筑的发展 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动 就改变得非常的大 因为政治跟建筑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 反而我们觉得整个文化上的改变 才是改变建筑最大的一个动力 这样子 那我们当初在讨论说 最后这个时间要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也讨论非常久 我们大概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其实是1979年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太早了 我们希望它能够被断在1980年代 因为我觉得1980年代 才是真正进行一个大改变的时代 可是为什么1979年没有提出来 因为这个乡土文学运动 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文化上的变动 对建筑上的变动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我们当然也讨论过在1987年 可是我们一直觉得说 如果你前面是1949 后面又1987 好像就是由政治来决定了一个建筑的发展 这好像也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讨论很久 就决定是用1980年 因为1980年刚好是北美馆它开放的那一年 第一个我们觉得北美馆这个房子 对于台湾建筑史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建筑 我们如果从一个结构的形式上来讲的话 它在结构使用的那种大胆跟超越性 那的确是我们到今天都还不容易要做到的 你看那个房子完全没有用柱梁 还用管子本身 我跨在那块上面 这样就把这个结构做完 这在建筑上来讲 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其实就文化上来讲 这个北美馆它是第一个本土的美术馆 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 不管是故宫或是曾经当过国家艺朗的历史博物馆 他们基本上它所展出的文物的内容 都是以中国文物为主的 在台湾的这些画家并没有列入到他们的收藏里面 像林玉山或是陈辰坡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列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所以北美馆是第一个以本土艺术家为展出对象的美术馆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文化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应该 所以说我们又在北美馆做展览 所以如果能够以这个时间作为一个点的话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可以重新再感觉到非常多事 不过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也许我们在展览里面没有把这件事情可以解释得很好 谢谢您今天问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有关王大宏的档案被分到两个地方去 第一个就我们在学术的研究上来看的话 一个人的档案被分在不同的地方 这还蛮正常的 因为我一开始就讲了 这个档案的一种收藏 常常都是很意外性的 它常常都不是计划性的 所以你大概很难 这个说你一个档案 一定有一个单位它想得很周延 全部都收到它里面去 所以你来做研究很方便 这大概是在这个档案里面 大概很不容易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王大宏他为什么会有一些档案 会流到那个M plus去 那为什么当初收没有把它都收完 其实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其实那个王大宏的晚年 其实是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 这样子 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 这些档案他如果能够有人来买 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价钱来买的话 那他其实是愿意出浪 而且对他的生活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谅解这样的意义 在我们前面档案里面 有808章是用架构的 也是我们整个档案里面 唯一用架构的其实也是王大宏的档案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很好 这样子 对于一个努力的一辈子的建筑师 他晚年经济情况不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 我们应该去帮忙的一个事情 稍等我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你问的说 那个M Plus的这个问题 他们基本上是以 他们现在最主要是以东亚跟南亚 东亚 东南亚跟南亚 大概以这个东西为对象去搜 所以台湾的建筑师基本上只是 他们收藏的这些建筑档案里面的 一个部分而已 可是这个M Plus也激起了一些抵抗 所以现在这些国家 他们也开始重视他们档案的收藏 希望不要会档案都留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混沌未明的一个状态 对于台湾人的生活来讲 这些中文教建筑所占的比例 真的是非常高 那我们大概从几个 我们常常在展览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都会从几个角度去想一想 第一个如果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比较容易去做 因为通常他们的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有制度 比如说图或是相关的部分会比较好 第二个部分就是台湾的寺庙的这个部分 它大概又分成有三个系统 一个是由建筑师去做设计的 比如说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盖庙的建筑师 就是李崇耀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北面馆里面有展出指南宫 那是台湾第一个这种垂直化的庙宇 我们在建筑档案里面也有收藏它的图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去处理的 然后另外一个会做庙的进入就是陈仁河 可是陈仁河的庙是一个革新性的庙 比如说他在高雄做了一个庙 一个佛寺叫做佛教堂 它是用西方教堂的平面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佛寺 他这个人就喜欢去挑战这样的一个事情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高雄 然后去找一下这个叫做佛教堂 那个房子很精彩 是一个非常棒 我们的封面 我们所放的这个档案就 其实就是这个佛教堂的图 这个就是佛教堂的图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系统 第二个系统是由一些大将士他们所做的庙 比如说我们在北美馆的展览里面 我们有展出北投行天宫 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士叫做廖石臣 他受的不是建筑师的训练 他是一个将士的训练 可是他终究他能够去掌握这种现代的技术 而且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去表达 比如说在那个北投行天宫里面 我们看到的 他在最下面的台积的部分 仍然是用石头去砌 可是他中间的柱子用混泥土柱 可是他上面的屋架的部分 他又回到了一种木构杖 所以他等于是非常选择性的去使用这种现代的技术 在这个庙宇的建筑里面 他所做的这些柱子 全部都是用混泥土灌完以后 然后在上面做磨石子 是用手工去磨的 所以各位就看那些柱子都做得很精美 就好像我们到希腊去看 希腊神殿的柱子一样 是很棒的 像是一种艺术品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像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今天几乎要再重制 都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那第三个讨论庙宇的系统就是 用一个民俗的一个系统他来看的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 那个并不是由这些大将士或是建筑师是来做的 是由一些当地的工匠 然后找建筑师在一个似懂非懂的状况里面 做的台湾非常多的庙宇 可是这些庙宇基本上 那个泰宇有他们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个人都会觉得说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来测一个展 就是在展这些庙宇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我回答一下这个模型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痛 就是说 那个其实收藏模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跟收藏图 可能你要收藏模型 可能要用五倍的力量才能够做得到 我们到国外去看这些建筑博物馆 因为我们跟他们比较熟 我们去那边做展览 他就会把他们的库房打开给我们看 比如说我们在巴黎有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博物馆叫做遗产城 他们的库房并不是遗产城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到他去参观 那个库房是非常的大 可能我们整个台博物馆的库房 全部加起来都没有那个库房的一半 也说要收集模型这个事情 必须要花费非常大的财力跟能力 可是我觉得我们目前好像整个社会对这个事情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共识 也说整个社会能够分配到这个地方去收藏这些资源 还是那个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每次碰到那个建筑师说 那个模型里面应该也收 我们都不敢讲话 赶快连赶快转过去 因为真的没有这个资源 因为你那个模型收进来 其实它要做保管的困难度比这些图要高非常多 因为做这些模型的材料有各式有很多种 可是你收纸的时候 这些纸的材料的种类还是要少非常的多 可是要做模型的材料要保管起来 那是一件很困难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应该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做 那希望我们以后这个建筑博物馆它成立以后 能够有比较多的这个力气 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 真的很谢谢这个问题 谢谢